而你乘散涌我入怀中 一字一句誓言多深重 你眼中有柔情千重 如抹抹春风 冰雪也消融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麻烦 很多事情在家 稍微动动手就可以自己DIY 比如说女孩子常常不因为自己的身体比较宽 而穿不进小马的衣服 要知道穿0号的衣服才是我们的梦想了 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美妆博主 怎么能不会整骨头呢 所以我今天就来教大家 如何跟我一起在家整骨头 比如说我们的肩 肩膀太宽 这样就不漂亮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贴的窄一些 这样才教小可爱 首先呢 从骨头的第一步 就是拿出一把小刀 因为要做一个皮肤的切开工作 那我们今天拿的是这把 看好了吗 这把 这把从骨带穿过来的大宝剑 你们早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记清它的名字哦 大宝剑 那现在我们就打开这把小刀 然后对准自己要切骨头的位置就这样一切 就好了 切开皮肤之后 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对 就是切骨头 在切骨头之前 大家要注意哦 千万不要直接去切哦 这样很危险的 虽然在家 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呢 就是呢 你要先 比如说胳膊这边的骨头 它是不需要切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先 把胳膊这边的骨头取掉 用到一个什么工具呢 就是这个 背胶 看到吗 就是这个 这个超贵的 嗯 你要认识也认识巴黎代沟 可以去问一问他哦 我这个是限量版 现在就用这个东西 你看 记住哦 是这一面 一定要是这一面 记住是这一面圆圆的 很可爱呢 用这一面对准自己两个骨头的交接处 对 放松 放松 动 其他不需要切的骨头已经分开了 可以切这边了 切这边我们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一定记住哦 一定要 不可以和刚才用同一把工具哦 这样会弄脏 会有污染 那作为一个专业的美妆博主 是不会将你们这样做的 所以现在要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看 这一把 哦 它的型号在这边 我不懂怎么念 因为我不太懂法文 然后麻烦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对焦 这个大概是来源于瑞士的一把开山刀 然后对着你的骨头 砍 切完了 这时候你就变窄了 对不对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完了哦 我们需要有一个抚平定装的步骤 那定装的步骤如何来做呢 就是要找一把针 大家肯定会想我们日常的针 它会很 骨头很硬 用日常的针来缝 它会就是 这骨头它会定不住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专门的工具 很坚硬的一把针 这个 你看它的头 不是那种十字或者B字的哦 我这是一个尖很尖的有没有 一定要记住哦 要这一款 好 就用这把针 这样子 把骨头就 硬在一起 这样它自己就有一个生长的空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该包扎 包扎用到的是什么呢 像之前几个工具呢 包扎的工具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 门口 便利店就有 但我推荐大家去买好一点的品牌 像我这个呢 就是这个品牌 看到吗 看到吗 对焦 对就是这个品牌 然后呢 用它打开一起 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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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 这几个步骤经过之后呢 我们的骨头就接好了 然后顺便呢 你的衣服就能小一码哦 所以 大家不要感谢我啦 我也是和好姐妹一起分享的呢 大家你们当姐妹 那好 今天的美张博主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咯 再见 爱你们 大家千万不要当真 这一切都是放屁 不会有人当真吧 千万不要拿刀砍自己 不要拿螺丝刀转自己 千万不要 刚才说的一切 仅供娱乐 千万不要当真 谢谢大家 我是你们的美张博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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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笔将真的是一个及美貌与才华医生的名字 他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才华 每一个举动都透露着美 聪明睿智 千变拉花 大家千万不要关注他 因为你一旦关注了他 会全场笑得肚子疼 入了这个坑 从此以后 你会疯狂的爱上他 并且无法自拔 和你一切 较多酱 两次 四次 三次 五次 三次 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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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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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五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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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鬼怪排行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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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